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筋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很多时候,大众都存在内向的人不合群,不会合作的刻板印象。 而这种刻板印象影响着每个人的言行举止。 特别是在成年之后,很多人为了看起来不那么内向,假装自己是开朗外向的人, 强迫自己参加各种不喜欢的活动,见无用的人,说违心的话。 然而,成年人的性格一旦成型,就很难改变和伪装。 这也是为什么戴着面具表演,最后容易身心疲惫,甚至患上心理疾病的根本原因。 其实,内向或外向是一个光谱条,很少有人极端外向或内向, 大多数人属于中间区域,差别只在于偏内向多还是偏外向多一些。 对于偏内向的人,更现实更智慧的做法是停止内耗,接受真实的自己。 结合自己的性格特征和喜好,专注自己擅长的领域,充分发挥内向型人格的优势。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盘点内向者独有的12个优势。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请大家不要吝啬手中的点赞还有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优势一,更容易做到延迟满足。 我们知道,延迟满足是一项很重要的技能,它的难点在于,必须专注做好暂时看不到反馈和结果的事。 在这一点上,内向者往往能展现出更强大的自知力和承受力。 就比如外向者心情差的时候,会和朋友聊天倾诉或者出门社交。 这是因为大多数外向者的动力来自于外界,而内向者心情差的时候通常会从自身内部寻找力量,比如独自在家阅读、写作、冥想等。 正是由于长时间的固定行为模式和习惯,使内向者更容易拒绝眼前的诱惑,坚持做那些看起来乏味无趣的事情,并能够专注较长的时间。 因此,往往是人群中那个有点扫兴玩不起来的人,最终能不明则已,一鸣惊人。 优势二,强大的自我驱动力。 刚才我们提到,内向者通常会从自身内部获得力量,而不是从外界寻求动力。 正是这种强大的自我驱动力,让内向者在身体行动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基本的计划方案。 因此,他们更适合也更容易在某一领域做到极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专才。 每个组织、公司或者机构里面最受尊重、声望最高的人,通常都是某一领域的技术大牛、专家、学者,而不是最能言善辩的人。 所以说,做事之前要先想清楚自己的目的,利用内向驱动力的优势努力让自己成为某一专业领域的高手。 然后,用适合自己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标,千万不要一上来就预设枷锁和自己的劣势硬钢。 有些时候,内向者会给人一种木讷、不善言辞的错觉,但恰恰是这种表面的闷,背后却代表了做事的执着,一种不达目的事不罢休的坚持。 能闷声发大财的人不一定能说会道,但一定是行动派,也正因此,内向者更容易不声不响地取得成就。 还有一点很重要,人家成功后依然能保持低调,从来不会随便对外炫耀,因为他们明白,只有低调才能避开那些眼红的势力小人,减少不必要的极度和麻烦。 优势四,办事更高效,很多内向者都是孤狼型选手,他们最拿手的就是单枪匹马,独当一面。 内向者习惯了静静地享受一个人工作,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知不觉就能工作好几个小时,甚至连水都想不起来喝一口。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精力高度集中可以进行大量有创造价值的深度思考,也可以找到更好的问题解决方案,同时有效避免了自己和人打交道的短板。 因此,如果你是喜欢独立办公的内向者,可以考虑从事富于创造性的工作,比如科学家、设计师、音乐家和作家,或者是程序员、编辑、文员,以及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工作。 优势五,善于倾听和共情。 在当今这个繁忙的时代里,每个人都压抑着大量想要表达的信息,但是能够坐下来静静倾听他们心声的人却很少。 由于内向者比常人心思更加细腻、敏锐,因此更善于倾听,他们常常会换位思考,拥有更强的同理心,可以很快地了解对方的感受。 导演李安就是典型的内向型人格,他的指导风格非常敏感而安静,讲话的时候几乎是用耳语,从来不会从导演以上大喊或请助理转告,而总是亲自沟通,他似乎有一种隐含的能量,激发演员来演戏。 这正是内向者强大的优势,而内向者与生俱来的共情和倾听能力,也使他们成为很多人愿意深入交往的对象。 优势六,善于观察学习。 外向的人往往喜欢直接跳进去,通过实践经验来学习,而内向的人通常更喜欢通过观察来学习,不打无准备之仗。 外向的人通过反复试验来学习,而内向的人更喜欢在尝试新事物之前进行观察,然后再实际操作。 尽管内向者的敏感往往使他们在外界刺激面前不堪重负,但这也使得他们对外界的观察更加细致,会注意到一些其他人注意不到的细节。 正是由于内向者天生谨慎,基本不会去做冒险的事情。 因此,为了将自己手里的事情做得更好,他们一定会提前观察练习,做好充足的准备再出手。 这就大大降低了试错风险,提高了成功的几率。 优势七,更加独立自主。 很多内向者习惯了独处,也练就了自力更生的生存技能。 独来独往是他们的生活常态。 长期独立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把他们磨练得更加自给自足,内心强大。 这些素质都使得内向者更专注于成功,不容易被周围的环境所干扰。 优势八,擅长进行有效沟通。 这个世界上存在太多外向但不善沟通的人。 话多但每句都招人烦,也存在内向但善于沟通的人。 平时话不多,每句话都置地有声,令人信服。 内向者不愿意把精力放在那些花哨的社交语言和并不真诚的阿谀奉承之上。 他们对于社交一向奉行极简主义,只有在有话要说的时候才会开口。 内向型的领导者尤其如此,他们更愿意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深入探讨一个具体的话题,正所谓西字如今。 这样的语言才是有效沟通,也才更有可能产生感召力和影响力。 优势九,更容易拥有深度社交。 刚才说了,内向者不喜欢寒暄和客套的对话,而是喜欢深度的交流。 他们更喜欢亲密交心,可信赖的朋友,而不是一个庞大的熟人网络。 这也使得他们虽然可能朋友总量不多,但更容易和人建立起长时间的稳定而深刻的关系, 因此收获更加高质量的人际关系。 优势十,善于思考。 内向者更擅长自我反思,更注重精神力地培养。 因此,他们对于自我情绪的了解,对自身心理状态的评估能力都更强一些。 这个优势也使得内向者更擅长对某一领域进行深挖, 或是通过独处的方式去阅读和积累知识,进而获得更快的自我提升。 优势十一,是值得信赖的伴侣和伙伴。 性格外向的人倾向于建立大量的人际关系。 他们认为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是自己的朋友,交友也比较随意。 而对内向者来说,他们更喜欢关系的质量而不是数量。 正是由于内向者的社交精力有限, 所以能进入他们世界的人都是精心筛选过的, 因此也会备受重视。 所以,当你和内向者成为好朋友时,一定要好好珍惜, 因为他们会把你当成一辈子的知己。 优势十二,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 独处是内向者的能量补给方式。 因为他们并不孤单, 内向者比普通人拥有更加丰富的内心世界。 这个世界鲜活生动,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 内向者不断消化各种外来的刺激, 然后处理自己的观察、思考与体验道的事情。 只要醒着,他们就在思索自己与他人、意义与价值、 理想与现实等深刻的问题。 因此,内向者乐于独处,无需外部活动便有充实感。 他们也不会在乎生活的单调乏味, 因为每天光是应对自己头脑里浮现出来的各种场景和想象, 就已经足够消磨时间的了。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内向者, 要解决的并不是自己怎样去改变自己内向的性格。 内向没有问题, 关键是怎样发挥和利用自身的优势, 去尝试更多的探索和突破, 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内容, 希望大家通过收看我们的节目能有所收获和思考。 看到这里的朋友,别忘了关注对筋机遇, 再次感谢大家的点赞还有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吧! 咱们下期再见